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体发出了光速含了光谱颜色 就称为这一温度下的色温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部分跟色影可能没什么关系 大家都知道摩擦生热 其实温度就是分子和原子之间的运动摩擦产生的 所谓预示不绝量子力学 在量子力学里面 粒子的动能达到理论上的最低的时候 就几乎不摩擦了 也就没有温度了 这时候物体的温度达到了理论上的最低温度 也就是零下273.15摄氏度 当然在地球上是不可能降到这温度的 可能在宇宙里面也不可能 大家都知道光是一种电磁波 我们可以看到某个物体 不是因为这物体反射了光 到我们的一视网膜上 而绝对黑体和绝对零度一样 也只是存在于理论上 它尽可能吸收所有电磁波的物体 包括可见光 因为它把光都吸收了 就不会反射光了 我们也就看不见了 所以说它是个黑体 那么为什么要加入绝对黑体来定义色温呢 因为绝对黑体吸收了所有的电磁波 所以它不会向外反射外来的电磁波 但是也说了 绝对零度是几乎不存在的 黑体的温度肯定是大于绝对零度 所有的温度 大于绝对零度的物体 都会向外发射电磁波 也就是所谓的辐射 我们在研究辐射的电磁波时 很容易受到物体 同时仿射了电磁波的干扰 所以我们从绝对零度开始 加热不会反射电磁波的绝对黑体 黑体把加热生成的能量 全部转为电磁波 也就是光的形式释放出去 我们通过观察 加热到不同温度下光的颜色 就可以知道 黑体是为色温 但我用开尔文表示 开尔文是用来纪念 热力学之符开尔文 比如KT加热到黄色 需要2700摄氏度 那它的色温就是 2700摄氏度 加上绝对零度 273摄氏度 色温听起来像是温度单位 但其实它是用来定义颜色的 在地球上 绝大部分物体都会反射电磁波 除了太阳 和在实验室中的 理想微孔金属全黑体 我们几乎看不到 任何黑体浮射现象 同样的东西 蓝色 不定比黄色的温度高 包括火焰 火焰的颜色 跟温度没有任何关系 正常的火焰焰星 都是蓝色的 温度是最低的 因为焰星部分中 没有完全蓝色的物质 反而是黄色的外焰 温度最高 火焰的颜色 主要和电子辐色越迁有关 其中比较经典的例子 就是焰色反应 也就是闪光灯 和影视灯的发光原理 在生活中 我们唯一能感知到的 黑体浮射现象 也就是水族可见的阳光 我们平时看到的太阳 是太阳的光球层 光球层的温度 是5500摄氏度左右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它应该会放出 5500摄氏度 加绝对零度 273摄氏度 约等于5800凯尔文 过颜色的光线 5800凯尔文 代表的颜色 也正是我们熟悉的白色 至于为什么 朝阳和夕阳是橙红色的 主要是和太阳的角度 和大气的阻隔有关系 正午12点 太阳直射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看到 白色的太阳 当然只是正午太阳 对眼睛不好 对西门是更不好 天文学都是利用色温 来推测星体的表面温度 当然对星体一定得要是 自己会发光的恒星 恒星温度越高 颜色都越蓝 恒星温度越低 颜色都会越红 差点忘了 我是数码取得up 回到摄影中来 物体的仿色颜色 和光源的颜色有关系 一张白纸 在4500开温的灯光照射下 就是浅黄色 在6500开温的灯光照射下 就是浅蓝色 但人的眼睛 可以适应色温的变化 让我们知道 这是一张白纸 而不是浅黄色 或者浅蓝色的纸 可是相机的CMOS 或者CCD 做不到这么智能 为了让白色的东西 在相机上的成像也是白色 相机多了一个 Water Balance的功能 通过平衡色温 让白色的物体 在相机成像上也是白色 直译过来就是 白平衡 色温低的物体是红色 色温高的物体是蓝色 所以相机里面 能调节的色温 其实不是白平衡的色温 而是拍摄体光线的色温 比如说在3000开温的 低色温呈红色光线下拍摄 相机白平衡设置3000开温 那拍摄出来的成片颜色 就是色温正常的 可以想象成在成片过程中 多加了一层 高色温的蓝色滤镜 让低色温的成色光线 通过平衡变成了白色光线 所以如果是在 5500开温左右的白色光线下 设置白平衡为3000开温 那高色温的蓝色滤镜 就会让原本白色的物体 变成蓝色 我们可以例如这点 在设置白平衡的时候 选择高级拍摄体的色温 相机就会默认物体偏蓝 会在成像的时候 套上偏红的滤镜 拍摄出的成片就会偏红 比较典型就是拍摄夕阳 设置高色温 让夕阳变红 独立 拍摄蓝天和大海的时候 设置白平衡为低色温 相机的高色温滤镜 就会让大海和蓝天更蓝 色彩学认为颜色是有冷暖的 橙色黄色红色是暖色 绿色青色蓝色是蓝色 再加上白平衡与色温相反的操作流程 许多人会觉得橙色黄色是高色温 蓝色青色是低色温 然而色彩恰恰相反 白平衡还有很实用的拍摄方式 所以当我们需要打背景光 来营造某种氛围的时候 比如说我想打一个高色温的蓝色光 来营造一种冷冷的感觉 但是灯的功率不能完全照亮整个背景 或者太大的背景光 会干扰其他的曝光 我们可以用低色温的橙色光 照亮我们要拍摄的主体 然后设置白平衡为低色温 这样拍摄主体 就会被白平衡修正为正常色温 而背景因为没有受到低色温的橙光影响 就被白平衡修正成高色温的蓝色了 如果不想营造特殊的氛围感 只是想到白色黄原成白色的时候 一般会使用自动白平衡 或者灰卡 自动白平衡 也就是AWB 对于那种比较随意的拍摄可以使用 在室内我们一般都使用灰卡 灰卡的使用教程很简单就不描述了 不用等买了 用不一次就知道了 淘宝上这种十几块钱的灰卡没什么用 我推荐大家一款信价比很高的灰卡 德塔的灰卡 它自带校色朗件 使用起来效果挺好的 颜色还很多 而且能跟LR兼容很方便 200多也不贵 但就是容易磨损 最好别在室外使用 如果是需要调整一些场地灯光的色温 那就要用到这种起来 一般叫做色温剂 可以理解成跟色光表演的东西 不过我没买过这个 视频到这差不多结束了 最近的私信有些没有回 制作这视频的初衷 是发现好多的觉得 橙色是高色温 蓝色是低色温 其实一句话概括 就是低白平衡变蓝 高白平衡变红 如果只是把摄影 当成一个混放吃的技术 那知道这点就足够了 但我知道光做我的人 都是品位相对较高了 有眼光的了 我觉得学习是有无止境的过程 之前工作室 所以我就拿了一部分 让大家一起学习雕塑 音乐有话什么的 上次在葡萄上 看到一个人 在一个商业摄影视频下面 评论了他的色温理念是错的 然后被视频主了 直接强行戴上一个建设的帽子 建不建 每个行业的素质 都是层次不起的 真的太贱了 可以是像摄影这种低门槛 几乎没有门槛的行业 这是一个 只要手指和大脑健全 就可以支撑是摄影师的事败 唉 算了 这东西以后再说 说到之前就希望大家 不要成为一个 只会按快门的工具了 如果是只会 当成了体育力劳动的话 摄影是一个 性价比很低的行业 我是安迪 大家都下期再见了